2023年8月25日 扬声大师集体 要扬声 你们必须这样做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译者扬声传导 祝福 我们是FIMUS 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 我们现在在这里与你们谈论你们放手的过程 这也是你们扬声的过程 它不是你们想要达到或努力完成的东西 就像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 当你们不再执着于你们现在生活中所执着的东西时 这是自然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放手 你们想要放下那些沉重的 压垮你们的东西 对于某些人来说 这是内疚 对于因一些人来说 这是耻辱 对于某些人来说 这是一种困惑 而对于因一些人来说 这是对某种生活方式的依恋 而他们似乎无法获得或坚持这种生活方式 有些人需要放下怨恨和愤怒 有些人需要放下怨恨和愤怒 其他人需要放下悲伤和绝望 对于一些人来说 恐惧和焦虑是压垮他们脚踝的重担 我们可以继续列出你们在第三和第四维度中可以坚持的东西 这些东西将阻止你们至少暂时地 体验到存在的轻盈 而你们注定会体验到作为你们的第五维度的自我 你们的存在 更高的自我 你们应该拥抱一体性 统一意识 知道你们所看到的一切也是你们 那么要到达那里 你们需要做什么呢 你们需要放弃分离的想法 你们需要放弃许多自我目标 例如比别人或其他人更好 你们看 做你们自己需要做的工作来减轻你们的负担 并感受你们想要的感觉是你们扬生的一部分 而这根本不是等待外界的事情 你们碰巧将自己弹射到第五维度 因为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而其他人还没有 整个世界和其中的每个人总是会向你们反映一些你们仍在努力的事情 因此 如果你们现在对世界上的任何事或任何人有抵触 那么你们就会阻碍你们的提升 没有一艘带有牵引光束的宇宙 非常能够把你们从淤泥和泥沼中拉出来 让你们体验到周围浓密的消极情绪 如果你们周围都经历过这种情况 那么它也存在于你们的内心 需要被疗愈宽恕并最终放开 你们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 或者让一切都正确 你们不是为了为自己创造完美的生活 因为你们是一个如此伟大的表现者 你们要做的事和你们要成为的人都需要精通 这是对自我的掌控 你们用行动做的一些事情可以带你们进入自我掌控的境地 因为你们必须面对内心的恐惧 焦虑和沮丧 通过你们采取的行动 你们被迫面对这些事情 然后释放它们 当然 现在这个规则也有例外 他们是那些生活在你们中间 并且不急于到达第五维度的人 因为他们非常喜欢为你们所有绝对需要他们的人提供服务 在那里平衡能量并为人类保留空间 你们可以加入它们 当你们这样做时 你们也不会急于跨越到第五维度频率范围 因为你们最大的快乐和满足感将来 自于帮助别人认识到它们所要做的一切 释放它们拖着的重担 这样它们就可以加入你们的光明之中 现在就是这样 我们是Famous 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 2023年8月25日 天堂来信 让我们为地球上的所有人喝彩 传导Glory Avendroff 译者扬声传导 上帝说 我是建议你们不要让生活如此艰难 因为某些事情不正确 不美好或不公平 并不一定是你们情绪升级的原因 如果你们可能把每一次不愉快的经历都是为一种侮辱 那么现在就把三分之二的经历记在心里 其他的就放手吧 然后十分之一 然后就没有了 亲爱的医们 你们的情绪不应该成为别人的仆人 如果你们不让伤害消失 你们就会保留它们 你们可以将它们埋葬 但只是为了再次升起 那不是你们真正想做的 是吗 让伤害成为你们被上滚落的水 对它们怂怂肩 你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无论你们如何努力 你们都无法纠正世界上的一切 无论如何都要爱这个世界 无论如何 爱你们的朋友 家人和同事 他们需要你们的爱 当你们的感情受到伤害时 根据你们的判断 你们会做出判决并认定另一个人有罪 因此让我们为地球上所有奋斗 成长 攀登 跌倒 绊倒的人们欢呼 并在任何特定时刻 仅自己最大的努力 你们的最好成绩现在好多了 亲爱的医们 照顾别人的感受 总的来说 你们同时也会照顾自己的感受 你们受伤的感觉 不是来自所说或所做的事情 而是来自你们做出的判断 这是真的 如果你们认为某句话是赞美的话 那么你们对同样的话会有不同的反应 你们会给别人无罪推论吗 你们可能会说 当你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时 人都会感到受伤 发表漫不经心的言论 并且没有真正考虑你们所说的内容 以及你们的言行可能如何影响他人 也是人之常情 因此让我们支持所有人的攀登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只给予荣誉 在这个仓位生活的挑战中 支持他人并支持自己 把所有人都拉上去 不把任何人推倒 即使有人把你们推倒了 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拉起来 如果有人溺水了 无论你们怎么想他 你们都会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有时人们会淹没在冒犯的池子里 我请求你们把他们拉出来 让那池子退去 我请求你们帮助我 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 对所有人 来 说 都是安全 充满爱的地方 那些无意识甚至故意冒犯你们感情的人 很可能比你们更需要爱 让他变得简单 只要考虑到每个人都需要你们的爱 现在就给予他 给予理解 给予尊重 这些就是你们想要的 你们可以不断地给予 不是作为一个受气垫 而是作为一个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找到爱给予的坚强有爱心的人 如果你们找不到内心的爱来给予 那么至少不要冒犯 如果你们情不自禁地发现冒犯 那就绕过冒犯 只需电头 脱帽 告别 然后继续前进 你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不能因为任何轻微的事情而停下来 如果你们在每一个轻微的事情上都停下来 那可能就是你们所做的一切 你们不需要拳击手套 如果有人绊倒你们 你们不必再绊倒他 只要有可能就尽量包容 甚至要大度一点 如果是你们做了或说了不友善的话 请说声抱歉 然后继续前进 以我鼓励你们对待他人的方式 对待自己 让大家休息一下 你们自己也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